还记得周立波在美国被抓吗? 当时网上骂声一片 段子层出不穷 然而一千个段子手 也比不过一个他啊 他早已看穿了一切 早在周立波和胡杰的婚礼上 就对周立波冷嘲热讽 妙语反击 快来见识一下什么是名嘴 什么叫骂人不带一个糟字 什么叫真正的实话实说 周立波敢怒不敢言 尴尬的脸都绿了 他一登台就对周立波调侃到 我参加过很多婚礼 但是披上慈善外衣的 这是唯一一次 之后又说我一点都不崇拜你 我其实最崇拜的是你的母亲 我都不知道 在没有警察的帮助下 她是怎么把你培养成人的 接着他又问胡杰 你知道用哪四个字来形容 你把企业扔了嫁给他 最最合适吗? 胡杰觉得是金融富贵 他听后毫不客气的直言不步 你的形容不正确 我送你四个字最合适 你这叫一时糊涂 像他一样能演善变的人不少 但像他一样不管别人脸色 敢讲大实话的人就不多了 他的幽默 锐志 稀利和坏笑 曾给中国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 他曾是二十群雄的中国第一男主持人 并开创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新形态 他曾两次荣获主持人金焕虹奖 四次荣获央视十家主持人播音员奖 2007年 或第五届 全国得益双金电视艺术工作者奖 2010年 成为中国最值得信任的二十人之一 在中国第三届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 中国电视主持人公益行为满意度调查中 他曾排行第一名 然而渐渐地 他却从群丑走到了群巢 还成了猿人喊打的疯子 他 就是崔永元 这些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1963年2月 崔永元生于天津 父亲是工程兵某部的政委 母亲是家属委员会主任 四岁时举家进京 他的家里曾养了一只花猫 有一天 他发现花猫在床底下 藏了两条不知哪来的黄花鱼 他高兴地跑去告诉父母 没想到父母却带着他顺着猫的脚印 找到黄花鱼的主人 他们跟主人说明情况并付了钱 父母诚实的品质 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1年 他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原本乖巧的少年 在这里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历史课 一次老师讲处词 有同学突然跟老师争辩起来 他感到很是不可思议老师推荐了一本研究 处辞最好的书 学生不同意 觉得老师之所以 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他父亲写的 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认为最好的书 他这才明白 不同思想的冲撞 实际上是寻找真理的途径 是一场珍贵的学习盛宴 之后他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 1993年 又进入东方时空 开始显露出主持方面的才能 1996年 中央电视台组建 新栏目 实话实说 需要找一位主持人 试了很多位 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这时有人推荐了崔永元 他一开始是去当临时工的 电视台想先用了他 然后再继续找人 等找到了更好的就把他换掉 让人没讲到的是 他上台后 妙语连珠 思维缜密 不动声色的引导嘉宾 有着控制全场的能力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 台领导当即决定 从今以后就由他 担任 实话实说的主持人 他的主持风格 深受老百姓喜爱 节目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观众反映热烈 好评不断 他和当时的 艺术人生并称为 央视推出的最成功的 两个谈话类节目 他也成为了 家喻互想的知名主持人 事业蒸蒸欲赏 风头一时无两 1998年 他被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 四年 央视的春节联欢网会上 他还合照本山 宋丹丹 根据 实话实说形式 编排了小品 昨天今天明天 这个小品至今仍是 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 名气越来越大 节目越来越受欢迎 但他却陷入了焦虑中 任何事情都力求完美的他 不想让观众失望 每天都绞尽脑汁想点子 希望将每期节目都做得足够精彩 可是模仿 实话实说的谈话类节目 开始不断地涌现出来 观众的要求也在变高 他的收视率却在下降 他开始失眠 睡不着觉 再加上另外一些原因 实话实说节目 能说的实话也越来越少 沉重的工作精神压力 导致他已经从睡眠障碍 发展到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因为服用过太多药物 让已经对他不起作用了 在接受央视人物栏目专榜时 他曾说自己每天都在想自杀 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女儿休息 夜里他就自己跑到书房睡觉 然后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有时马袋还会疼得 让他发出痛苦的声音 他就是这样 在每个孤独的夜里 等待着移民的到来 他的成功 是因为实话实说 他的失败 也是因为实话实说 2013年他离开了央视 后来入职中国传媒大学任教 曾经口碑好到爆棚的他 如今人们对他的评价 却是两极的 有人说他是唯一的良心 有人觉得他已经发疯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太 爱 管 闲 是 有天晚上 他回家的时候 碰巧看到两个人在小区里 拿着铁棍子要玩命儿 原来是两辆车撞直了 撞车的想走 被撞的不肯 撞车的想走保险 被撞的想直接赔钱 两人僵持不下 干脆动手了事 他急忙上前拦住他们 问赔多少钱 被撞的说赔500块钱 撞车说只能赔100 于是他就让撞车的给100 自己掏央包 往里又加了400 他说 这事就解决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 这事可就罢了 没管可能就是没看到 看到了就得管 不仅对身边的事 默默拔刀相助 他也不怕向大众发出自己的呼声 他跑后妹良心的主持人 致以限制私家车支离物来 质问过手机化费的收费问题 他还在演播室 当着乡村老师的面 告诉记者有关乡村教师公益活动 出现违规的事情 又在微博上披露官员 假借乡村教师身份 参加崔永元公益基金 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 他从来都不害怕挑战权威或主流 他的工作间里 有着这样一副对联 说天说的没弱说真 话东话西不如话实 正所谓言多逼施 转基因事件 让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育危机 2013年9月7日 方舟子发起活动 鼓励网友品尝转基因玉米 方舟子觉得应当创造条件 让国人可以天天吃转基因食品 他看到了 回应说转基因食品 你可以选择吃 我可以选择不吃 你可以说你懂科学 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 你懂得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 两人就这样展开了一场激烈持久的骂战 他觉得名义是为天 转基因食品不是完全不能吃 但是一定要经过检测符合标准 并且要让消费者知道 自己购买的商品是不是转基因的 少数人同意他的观点 佩服他的勇气 大多数人嘲笑他是个愚蠢的科芒 他们觉得小崔已经成了神经病 痛心唏嘘 刚呼把当初的小崔还给我 其实 他仍然清醒地活着 他还是当初那个小崔 初心未改 善良诚实 他对这个社会 一直怀着最大的善意 他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共同发起崔永元公益基金 资助贫困地区基础教育 文化 卫生 以及我国非武制文化保护现状等等项目 他持续关注周西部乡村教师 并开展乡村教师培训项目 2012年7月30日 他还在北京丰台区南宫宾馆 请所有参加了7.21京港澳高速公路救援的 154名农民工吃饭 他还用自己奖金资助普通人治病 发动同行帮助 辽宁安山抗癌协会 临终关怀行动 将拍摄电影传奇时得到的大量珍贵资料 无偿捐给北京大学普出馆 并帮助建立中国电影资料检索系统 最重要的是他从未停止过 追寻转基因的真相 他一直对转基因有两个问题 一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 到底是不是像方舟子宣扬的那样 是经过科学验证无害而可以放心吃的 他曾采访过许多人 其中一位舒伯特教授 曾在《世界权威的自然子刊》上 发表了转基因食品会导致 食品原有营养成分丢失 意外毒素升高的观点论文 可是这个论文却遭到人 用卑鄙手段紧急围剿 舒伯特教授告诉他迄今为止 向FDA报备的 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实验 其实全部都出自 转基因公司资助的科学家之手 许多媒体说 诺贝尔奖得主签名知识转基因 可当他去信询问 这位征集签名的诺奖得主时 诺奖得主回答说他们知识转基因食品 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吃 有人起口声称 中国人反对转基因食品 是因为科学素养低 不懂科学 可 纽约时报于2005年 就报道了瑞士以全民公投的方式 禁止了转基因食品 而瑞士是全世界科学素养最高的国家 以人均或诺贝尔奖人数 和人均取得科学学位的人数计 事实上 转基因食品 在全世界都是偷偷摸摸 不敢腰住 靠盲和骗让人在无意中骂道 相反 禁止转基因的食品 在美国都是以自豪的面目出现 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 我们很自豪 属于全国性的有机食品认证 它禁止使用转基因 转基因贩子最喜欢 打着科学的牌方搞推销 却在全世界遭抵制 最大的讽刺是迄今为止 他们推销最成功的 转基因食物消费客户 是不具备科学支持 不会说拒绝的哑巴伤口 也就是做资料 然而 美国政府于2016年颁布法令 禁止美国的野生动物吃到转基因 野生动物与饲养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呢 野生动物和人一样 都要活个受限 第二个问题是 他已经意识到他触及了 一个巨大的国际利益集团 他在国内每天都要低房 也许一个意外的车祸就会咬了他的命 在他去美国调查转基因之前 竟然还有人用养艺员封口费 阻止他调查转基因 这可是足以顾到人取人头的价格啊 他说 一开始还真因为 跟方舟子斗嘴引起的 我只是想寻找真相 但当我明白这件事 牵扯得厉害有多大时 我再也放不下手了 就连方舟子的老对头一名 都曾公开表示 崔永元跟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 杠上了 后果是凶多吉少 其实 他只要说出50% 关于转基因的意见 选择中立 不仅会赢得优秀记者的美誉 对利益集团构成的威胁 也不至于那么大 但他最终选择了最危险的一种 他选择最大限度记录 不可传播真相 并不顾虑自己的安危 他说对于一个 已经50岁的男人来说 女儿也已经长大 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 他坚定 亢奋地揭露转基因 没有一天退缩过 与此同时 有一批网络无赖 忽然间格外认真负责地 查起了账村友元基金会 所有人都以为 他肯定要倒霉了 然而几个月过去 账本被翻烂了 都没被查出什么问题来 就算他没问题 工作人员并不能保证的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他自认为是坦荡的 他说敢于站出来 与这样强大的 一个利益集团对抗的人 必先颠良过自己 知道自己是干净的 几年来 许多网络大V明星 并不是没有人 碰过转基因这个话题 但刚一发生 马上就会被撕咬 他们就意识到 转基因的水有多深 马上缩回去 删贴近声 唯有他 在许多次隐蔽的权衡中 在许多次艰难的选择中 义无反顾地揭露真相 选择了无所畏惧 他坚定地站在反转阵营 不顾个人安危 努力发出声音 但是这谈何容易 虽然国际上不断地揭露出 关于转基因食品危害的真相 从2005年起 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 不敢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了 紧接着 世界卫生组织 在全世界权威的医学杂志 柳叶刀肿瘤学卷公布 草甘令是2A类致癌物 草甘令是迄今为止85%以上的 转基因作物中所含有的转基因伴侣 而国际权威期刊 食品化学发表的诺文 则充分揭示了转基因大豆腐含 转基因伴侣草甘令 极其有害的代谢物AMPA 虽然它也在自旧设置的转基因纪录片中 就转基因伴侣草甘令发表观点 可果可妄却将它的纪录片 评为2014年十大科技谣言之首 理由是 崔永元混淆了相关性和因果性 而泛布了转基因作物 和草甘令对人类健康有危害的谣言 然而不仅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个85%以上 转基因作物中所富含的转基因伴侣 宣布为致癌物 2017年 美国科技中心加州政府 又将它明确列为第65号法案的致癌物 国际权威西刊 食品化学发表的论文里 一幅一目了然的图表对转基因大豆GM 有机大豆Organic和普通大豆 Conventional的比较红色和蓝色 分别为转基因大豆中置草甘令和胺甲基 令酸的残留程度 而在有机大豆图表最左边和普通大豆图表中间中 草甘令残留则探测不到 虽然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已经高居全球第一 可此时此刻 中国仍在更大规模的 进口转基因大豆 因为中国与英语世界特有的距离 老百姓获取信息渠道的易于操控 对转基因推销集团来说 有着得天独厚的土壤 他曾跟有人说反转 其实本来我们快要成功了 有人问 那为什么又不停了呢 他回答 因为后来当农业部发现 转基因烂重在全国已经不可收拾了 那怎么办呢 自救啊 只能想办法发动民众 一点一点的自救了 你们看我已经搞了三个有机农场 没想到他寻找的自救之路 更加大了全国性的媒体组织对他的围剿 抹黑他的第一条是崔有源反转三年 就是为了卖有机食品赚钱 还把他称为创业的电商 可外人不知道的是 这完全就是一个亏本的生意 这属于生鲜食品的供应 不管是传统企业的生鲜业务 还是生鲜电商企业 目前盈利的都微乎其微 据相关数据统计 在全国4000多家生鲜电商中 只有1%盈利 4%持平 88%亏损 剩下7%巨额亏损 他说 如果我这个人傻到这种程度 我想挣钱不去正义剪则200万的 不挣一次演讲150万的钱 不挣当力次导师100万的钱 非要倒腾食品 非要做农业 那我也是转基因吃多了 然而网络水军仍在不停地围攻他 冒得一次比一次过分 他不是超人 他也会身心疲惫 他也曾怀疑过自己 我有时候会觉得 是不是不值 我在为国人也包括在为这些苦苦干 争取健康生存的权益 放弃了太多 牺牲了太多 尽管如此 他还是勇敢的 递交了转基因问题的政协提案 并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质疑农业部 可是很快 他就被媒体封杀了 各大媒体接到内部通知 不得报道村友园 但他仍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声 5月21日 他在一直播平台首次亮相 及时达到了500万人次的收拾纪录 这已经超过了任何一家主流纸媒的影响力 这意味着他已经完全突破了媒体风波 他让利益集团最害怕的影响力 在中国已经是所向披靡 这下那些人更坐不住了 不得不动用极端手段组织多加 主流媒体 社交媒体 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网络围剿 封了他微博 删了反转人士的帖 动用一切力量阻止真相被揭露 他对抗的不只是转基因 更是那些被利益军心的同胞 他在生死边缘游走 可在反转基因这条路上 他仍然坚定的前行 他所做的一切 并非作秀 作为名人更要求问心无愧 他说 作恶之可怕 不在于被人发现 而在于自己之道 行善之可加 不在于别人夸赞 而在于自己之安详 活得如此明白的人 你能说他已经疯了吗 著名主持人柴静说 崔永元是这个时代里 唯一醒着的人 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萌说 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 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 有自己的价值观 有自己识别的方法 有自己表达的特性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说 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 他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说 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 我的病好了也无用 他的身体里 有一种东西在横冲直撞 那是他无法被禁锢的思想 人们无法看见他 也无法理解他 所以 他只能举举而行 在嘲笑谩骂声中 悲壮得发光巴热 你才说 道德有两种 有独立心而勇敢者 约贵族道德 谦逊而服从者 越努力道德 千百人中 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敢于质疑权威 敢于何唯一的正确性做斗争 一个能思想的人 又敢于实话实说的人 才真正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而今天这个存在于中国的人 就是崔永元 为实话实说 致敬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